小伙伴们 难道你们还没发现吗 小绿为什么会用一张戴着表情的纸 折住自己本来的样貌 真想让人大吃一鸡 小伙伴们 你们真的了解小绿吗 什么 弹仔派对小绿是最可怜的人 知道小绿的秘密的那一刻 所有的弹仔玩家都沉默了 伙伴们 伙伴们 你们真的了解小绿吗 众所周知 小绿作为最新的第五小只 他的性格 伙伴 从漫画中大家可以看出来 他是一个比较害羞的弹仔 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时候脸都红了呀 所以他非常的害羞 在弹仔的漫画中 有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很多弹仔玩家都好奇 就是小绿 让一张戴着微笑的表情的 只遮住了自己本来的面貌 伙伴 注意看 这张纸的表情是欢乐对吧 嘴角上扬代表着欢乐 伙伴 快看 这是喜洋洋返场时候的动画 伙伴们 伙伴们 喜洋洋返场的时候 弹仔派对四小只 全部都来欢迎喜洋洋了 官方大大让他们都露了脸 大家都很开心 可是伙伴们 注意看 小绿 官方大大竟然都没让他露脸 把他放在最不起眼的角落里 叮叮叮 四小只其他人全部都露出了样子 来欢迎喜洋洋啊 伙伴们 在游戏中的小绿 用一个欢乐的表情 挡住自己的真面目的原因 就是因为 小绿想多引起官方大大的关注呀 但是由于性格比较害羞 又不敢讲话 所以啊 小绿在弹仔中被大家给忽略了 所以啊 他才会在漫画中 有一个做欢乐表情的样子 其实他的欢乐表情下面 是一张非常悲伤的脸 你们知道了吧